其实每个女人都知道牛奶加鸡蛋可以美容养颜 体谅肤色 但具体怎么去做呢 今天我教大家牛奶加鸡蛋去调面膜 做完以后皮肤白里透红 非常的光滑细腻 首先我们把鸡蛋敲个洞 蛋清过滤掉 留下蛋黄倒入碗里 第二步我们倒入八分碗的纯牛奶 一定是纯牛奶倒到小碗里 接下来我们再加入两勺的软膜粉 两满勺就OK了 这个软膜粉它不仅可以让我们的皮肤去清洁我们的毛孔 它还可以去平衡水油改善粗糙 补水让皮肤光滑细腻 然后我们就开始搅拌 顺时针一个方向的去搅拌 搅拌成这种酸奶的质地 稠的这种酸奶的质地 我们就开始全脸的去腐烂 全脸去涂抹 额头 脸蛋全脸去涂抹 就这样全脸给它涂抹均匀 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流出眼睛鼻子嘴巴就可以了 涂抹均匀以后 我们给外面给它贴上一张补水面膜 什么样的补水面膜都可以 好 我们现在完全的这个面膜 把我们的软膜粉包裹住了 然后我们包上15分钟 贴上15分钟之后 我们再去下来看效果 15分钟到了 我们现在来接下我们的面膜 看一下我们的皮肤状态 来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的皮肤状态 又水润又透亮的 然后我们做完之后 皮肤是又水润又透亮 特别的有光泽 而且特别的干净细腻啊 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